这个的话一定要在这个UCS上面,所以我画100,Enter Enter之后,这两条圆跟线有没有相交呢?就有相交了 可是前提你一定要制定好UCS,否则它不会相交 这个可能你们要有3D的概念就会比较清楚 那接下来我就把什么呢?把凸出来这个线砍掉 不就这个高度剩下斜边之后的这个角椎的高度 所以接下来我怎么样把它删除呢?先点一下圆 表示说我等一下删除的是以这一个当成我的边界 然后再按一下什么?这边有个修剪 修剪指令点下去,再把这个地方点一下 如果你点一下,有没有,你会发现上面一条线被你修剪掉 如果你点一下,点下去有修剪掉,表示你是在同一个UCS上面 这个2D可能很容易,可是3D就会变成你要去抽象的去思考 原来它是在这个面,同一个面上面才会相交 不然我面这么多,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相交的那个面 OK,那最后的话呢,把这个圆把它删掉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画脚椎,因为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基准 画脚椎中心点就在这里,然后呢,拉到哪里呢? 拉到这个,在做之前,现在怎么样呢? 把UCS改回去,再来画脚椎 不然的话你直接画脚椎会错误 然后点一下脚椎,中心点在这里 拉过来,拉到这个矩形的什么呢? 矩形的终点,再往上拉,碰到这一条线的端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测量看看,如果边长,所以说边长 边长如果是100的话,有没有看到?100了 那表示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可以了解意思吗? 也就是我们边,这边三个边就都会是100了 底边也是100了,对不对? 所以三边都要是100,实际上这个就是金字塔 金字塔的结构就是,它的三边,任何一个方向看过去都是正三条形 了解意思吗? 这一题稍微有点难,我再把重点讲一次 第一个,请先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的话呢,请你add 100,逗点100 接下来的话呢,在这边画一条线 这条线刚好在这个矩形的正中央 而且要垂直的,向Z轴拉一条线 只要大概大于100以上应该都可以 接下来呢,去制定什么? UCS3点,3点UCS,1在这个端点,2在这里中心点,3在这个端点的上面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面了,UCS重新制定 再利用呢,圆形这个端点,当中心点100 会切一条线,选择一个圆 修减 把这个修减掉 再把圆delese掉 并且恢复UCS,再来画什么?UCS 再来画脚锥 脚锥点这个中心点 拉过来,碰到中点再拉上去 这样就是一个精致糖 OK,好,试试看好了 好